西西尼国际机场将在2026年底开放,并将为这个地区带来令人兴奋的新机遇。 新机场的初步飞行路线已经制定完毕。 在环境影响声明草案公开展示期间,澳大利亚政府将征求社区对这些飞行路线的反馈意见。 就像修建道路一样,设计安全的,新飞行路线技术性很强。 涉及到许多因素。 政府听取了社区对2015年公布的飞行路线概念的反馈意见,制定了12条空域设计原则来指导飞行路线设计。 西西尼机场的初步飞行路线遵循了这些原则,包括尽量避免飞跃居民区和噪音敏感区,并考虑到自然和视觉敏感区域。 国际规则和其他因素也对行程飞行路线起到了一定作用。 跑道的方向对设计飞行路线有很大影响。 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时,必须遵循严格的要求。 西西尼机场的跑道是东北西南方向的。 这个机场所有的飞行路线都根据安全、环境、效率和容量标准进行了评估。 然后进一步进行了测试,以确保与各种危险因素兼容。 比如考虑到地形、其他机场的飞行路线和现实世界的各种条件。 今年晚些时候,在环境影响声明草案展示过程中, 您可以对初步飞行路线提出反馈意见。 您的宝贵意见,有助于完善详细设计中的飞行路线。 详情请见,新州政府的西西尼机场飞行路线网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